媳妇最大的噩梦 婆婆来了 谁结了婚 也不可能把媳妇 当宠物养着吧 12月8日 中间娱乐台 婆婆来了 六位选战特别报道 我们锁定台中市第八选区 在这里郭俊明要力拼江启臣 不难了 老板 拜托 谢谢 拜托 谢谢 谢谢 老将郭俊明对上新秀江启臣 拼扫街也拼文轩 小孩时我真的教爸爸去尚餐水 来到冰箱囊 还没办法做 看不到总统的关系 老民的心想起成最了解 三年来农药肥料长了一两倍 郭俊明是沙场老将 四年前拜下正来 四年后卷土重来 这群二十出头年轻人 让这场仗变得很不老派 郭俊明拜托您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虽然没有选政经验 但是他们有的是满满热血 选举就像打仗一样 就要分工合作 对 然后要互相帮忙 知道民众想要什么 对 然后再告诉委员他 如果做得到 他都会帮大家做得到 郭俊明有青年军 企图向下拉票 江启臣的家族实力也强劲十足 这碗纸啊 可以 你欢迎大家 那这碗纸吧 我也要不要 这碗纸 干嘛 我现在要做 我现在要做 家族将近四百人 人脉扎得又深又广 不管是同一辈的大姐 还是长一辈的叔叔 要当江启臣的分身 绝对够力 他想要做的 他绝对做得到 那么他答应的 他也绝对做得到 他做不到的 他不会答应 我是感觉 现在年轻人 有机会 能够为国家来做事 应该是要争取 我们不能老说在 还在以前一样 批评政府 郭军明和蒋启臣 PK战略更要PK 谁有真正的在地勇士 我没有过去经营的经验 所以我是空降 我觉得这是事实 因为我过去没有选过名义代表 可是我有这样的热忱 第二个 每一个名义代表 哪一个不是有第一次的参选 十几年来我一直都在这里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角落 选民的任何的需求 地方所有的建设我们都辽若之障 论指令 郭军明是21年老江湖 江起成是重点栽培的政坛之心 但是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谁都如履薄冰 所以我要比的其实是我自己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 是不是又有进步了 又跟选民更接近了 又握过更多的手了 过去的任何一次的单于选举处 我民进党从来不曾赢 所以我有很大的责任跟压力 老江和新秀十里五波 都说自己有信心 都说自己有报复 但最后赢家只有一个 郭军明